家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 看我今天这一生 就是亲爱精神 我爱我的国家 谢谢大家 掌声鼓励鼓励 你知道吗 一般来讲男生都是习字如今 我们看到通常都是女生 一个话题可以聊20分钟 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然后大家也都说男生嘛 对不对 就不是一个聊天的动物 可是你要晓得 所有当过兵的男人 当他们又再次重逢的时候 彼此之间那个说不完的开心 OK 就是有关于当兵的点点滴滴 但是有一点点 因为我也是军人子弟来的 所以我觉得 我相当相当期待今天的这一集 他们都是为我们国家 他们都有去当过兵 都有敬他们的国民的义务 那当然 能够去敬这个国民义务 最主要的就是 没有身体跟心理方面任何的障碍 意思是说他们都是非常健康 感谢赞美主 欢迎今天的五位来宾 第一位曾经是装甲兵的二宝哥 大家好 接下来 宪兵下市 徐亦凡 中正599题 好 继续欢迎海军 陈喜文 海军466题 466还记得 有个西法金是566 不重要 好 来 OK 来 继续欢迎是空军代表 George哥 我是空军补给官 来 非常重要的 没东西吃啊 辛苦辛苦 接下来新生代要来个代表 欢迎替代艺苏子鹏 对不起 我是替代艺 没事 替代艺 都是一家人 没问题 太弱了吧 怎么会来这个呢 怎么会这样 我也准备好当剑靶 就是看看装甲兵 好 等一下 对 海军 空军 有啊 那我爸爸海军陆战队 哇 真的到齐了 到齐了 不好意思大家 是是是 OK 好 那个 子鹏你在替代艺 其实那还是有一些军事训练啊 有 但不标准 因为我只有四个月 对 四个月 但我在军里只有一个月 那一个月里面只有18天在训练 逆处训练 一个月还有一 18天里面有三天放假 好 这次剩15天 所以你并实际上只当两个礼拜 是的 蛮扎实的 好啦 没关系 经过今天 两个礼拜加一天 对 好 今天我们聊一聊 可以可以 好 非常喜怒 对 我跟你讲 而且不不对 听到说人都不平衡了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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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了 说不定今天聊完以后 你可能会自愿回去试试看 或许有这个机会 但我想聊完之后 应该也会有很多人 想要来当替代艺 替代艺非常重要 有 为什么 因为军人打仗嘛 总是要有人在家里 照顾家园里社区里的 好 长辈小孩 是 是 他都说来平衡 他每次都说来平衡我们节目 你知道吗 对 他是真的hold住的那个人 好 来 第一个题目 就是请问各位在座的 就是一句话来形容 当完兵 因为我们知道当兵前有很多忐忑 入伍 然后各个方面 好 就是在你当完兵的那个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觉 个人觉得当完兵是十分光荣 我觉得那种感觉是 哇 这个我是男人了 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当兵 是一个每个人都过的一个坎 没有人能不能不当兵的 当时政府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宣传 好铁就打钉 好难要当兵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当兵的时候你是很光荣的 但是你进去之后 哇 那个真的是百般的折磨 我多羡慕你啊 直鹏 当个十五个人 我们快没命了弄了 可是你折腾完那两年的时间 你一走出来 然后呢 会办一个很仪式感的送你们走 你走出营区之后 回到百姓的身份 你会觉得 哎呀 我终于这样子变成一个合格的男人了 当时当兵的时候 每个人出来都会觉得非常的光荣 尤其体检这件事情 当时的女生啊 你如果不用当兵 他就会怀疑你的身体是有问题的 那是国家检查嘛 少了什么东西 能不讲身体跟心理都正常的人 才会当兵吗 都会变大变相这样 不容易 好的 亿凡 你觉得 我觉得是一个骄傲 对对对 那时候我是一年十个月 完成这个疫期之后 觉得走出那个营区的门 觉得哇 我终于完成这个训练了 对不对 我是真正的 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子汉 里面营区的寒公 那个是被放出来的感觉 千万不要说再见 千万不要回头 我终于当完兵了 OK 对啊 谢谢你帮我问 对啊都不好意思 没关系啦 一事同仁啦 可能在过程当中啦 都会有那么一点点雷同 对不对 一年十个月的过程当中 就是培养出很多革命情感 有的 肯定有 酸甜苦辣都有 好所以不要回头 千万不要回头 喜文你的感觉是 我那时候是当一年的 然后差不多海军嘛 但是后来有机会就分发到 那个陆地单位 可是一样离开营区的时候 是有说再见啊 我们有说 但是我只有一个 什么都是假的 回家才是真的 真的 放假领钱什么都假的 福利都假 这个志气也在递减 对啊怎么会这样 不好意思 这个当两年的 然后一年十个月的 为什么当你越感越没有感觉 也不是没有感觉 就是说 因为我的单位 它比较像研发单位 然后那个官比人多了快十倍 官比人 官比兵多 对 所以那时候比较多做体力活什么的 真正觉得 你应该蛮忙的 对蛮忙 能够使唤的人不多 对 所以我就觉得 什么都是假的 鸡排 真来都假的 回家才是真的 他们都拿这些犒赏你们 对 他们说因为班真的很累 他说 吃个排骨饭 叫披萨 辣椒披萨 可是我们是不是很香啊 学长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也是 学长说披萨是什么东西 他又 他又不名了 你们没有人靠上你 我年轻又受到什么样的虐待 对啊 你还好你两年 有的人不才抽三年的 对 我爸和岳父就三年 是吧 有有 放三次假就回家了 有那种我们两个一起入伍的 他是三年 我是两年 然后我对我来 谢谢大家 大家鼓完掌的时候 开始掉泪 他还要再等一年 我们同一天进来 同一天进来 他要等一年 是这样 OK 是啦 不容易啦 对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先聊那个已经离开以后 就是已经退伍的那个心情 是的 是 好 然后继续要先问George哥 George哥您当兵是多少 多久时间 一年十个月 也是一年十个月 对 我的感觉就是 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了 我一退伍 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了 是吗 天下无敌了 真的 因为我在当兵的时候发疯的 我是有一个月在家 我得了这个精神官能症 我父亲以为我是 我不是以为 他真的认为我是被鬼附了 那我实际上呢 我就是被差点送到那个军医院里面 精神观察了一下 那我因为戏剧系的嘛 所以我辅导长还跑过来说 拍你是演的 对 观察一下 拍你是演的 所以我熬过非常痛苦的 从这个生理心理的 我确定退伍以后 我觉得没什么事可以难倒我了 是吗 那你那个月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在哪一个阶段 就是我学长要退伍的那一 我跟我学长很好 他退伍的时候呢 那天晚上我要 我也要准备 我们喝了大醉 然后营长把我们叫去 那天晚上我觉得精神分裂 五点半我要出营门 我自己是管那个守门的 我是空军警卫营的 看到我都是大门我管的 我是好像一个夹着尾巴落跑的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生病了 我就是精神分裂了 压力太大 对 换听换觉 我没有一个月没有水 我背执行官 乱了七八糟 反正故事在讲 反正就是 我就过那一关以后 我就发现 大概没什么事情难得了我了 我都已经疯过了 我就正常回来 我还是什么事情难的呢 大概是这种 我不可以 我会不会一开始就开始 damage 把这个调子那种太严肃了一点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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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prise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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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对待在这儿 來 子鵬 學長喜怒 對 對 學長喜怒在這個 學長喜怒 來 這個當了兩個禮拜 又一天的 子鵬 當完以後的感覺是 我真的是男人嗎 沒有 就出來之後就好像沒有當過兵 但是因為我覺得我們在裡面出來 不是體力上面的精進 但是我覺得心智有更加成熟了 因為這裡面我覺得是 你覺得你進去的時候有成熟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 你再說不太一句話 15天而已 15天就可以成熟我們帶來 不是 我覺得 所以你們是我們學習的典範 更成熟了 精髓 精髓 在裡面是這樣 就我覺得大家很操 那是一種痛苦 但我們在裡面是閒到 就是把你關在一個房間裡面 你沒有任何事情做一整天 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們就開始跟 那也是一種痛苦 精神折磨啦 精神折磨 所以我們很多人 像我在第11天就有被約去心理諮商 因為他覺得我怪怪的 然後我們很多人都會被送去保外 就像就是去外面的醫院這樣 我走路 才兩個禮拜就保外了 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 他聽起來像是疫情的時候的隔離啊 我隔離還15天 他才當時是4天耶 對啊 這樣隔離 我剛才講到這句話 我剛才跟Jose講 子鵬這樣說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以前那個時候 當時我們說當兵要輕鬆啊 有三招 第一招要裝瘋 第二招叫做賣傻 第三招最低階的 報病號 如果說你不想出操的時候 趙怪我的肚子痛 我們也裝過啊 可是痛的時候你眼不像 我不是戲劇戲的 你就找個洗衣夾夾在肚子上了 真痛啊 趙怪我肚子痛 立刻好了 你就可以休息一天 這是報病號 對 這個是賣傻 就你做什麼都做不成 叫你向左他就向右 裝笨 叫你向前他就向後 東搞西搞 叫你抓狗你就抓雞裝笨 這個人不行不行 什麼事情交給他 槍給他那還得了啊 你就沒事幹了 你就涼了 但是如果說你要 解決現在當兵一切的問題 立刻離開部隊的話 裝瘋 就瘋了就好了 你只要瘋了 誰也不敢瘋你了 裝瘋賣傻報病號 我們部隊有一個 我們前一梯啊 長官就說 我們前一個有個學長 那個班長 他就在裝瘋啊 結果他真的跑去 廁所 把他自己的排泄物吃了 啊 然後大隊長就 明天送他去醫院 他就退了 真的會這樣 所以其實真正能夠就是很 就是 那服完兵役 然後離開那個營區 其實是了不起的 因為其實他的整個的經歷 是 是 是了不起的 對不對 很多衛服怕男人 是一個很大的磨練 因為我們早期當兵的時候 真的是太艱苦了 因為離現在我退股已經40年了 但是那個時候抄我們這些兵 哎呀 那真的是沒個個性 你想想看有這麼多人要 用裝瘋的方式 賣病號的方式 去想辦法去混到一絲的喘息 你就知道那個生活 有過得有多累 不是你這個15天的精神 就可以 這個精神 不可能 沒有 對不起 學長 我那個時候 怒怒 我記得我第一次 第一天走進部隊的時候 給我的那個營房 那個營房 我看傻了 那個絕對不是人住的地方 那應該是個古蹟 怎麼是個古蹟呢 他那個營區 是以前日本人蓋的營區 就留到後來就是部隊 把它接收過來了 所以你一看那是 木造那種日本房子 對 筍接起來的 但是它已經傾斜30度了 為什麼 因為颱風 一大鐵塔 對 颱風吹久 它已經歪了 旁邊拉著鋼線 就拉著鋼線 硬把它扯直 我們住在那個裡面 你看光在那個裡頭 過的日子 床上都是獅子 晚上你不掛蚊帳 早上起來 你就會變成一顆苦瓜 有 就這麼多的蚊子 在這樣的環境下面 你一進去 你昨天睡在唐康床上 今天把你送進去 跌到地獄裡 真的 你有床 木板 然後上面墊立一床 薄薄的軍毯 對 很薄的軍毯 然後那個毯子呢 它講的是有沒有那個床墊 沒有床墊 就是板子 然後你摔上的這個軍毯 你躺去之後 感覺不是個毯子 你應該是軟軟的毯子嗎 不是 它像沙子一樣 因為隔了兩天 我們拿出來抖 抖著滿天都是淹塵 然後上面 你可以看得見 活著的塵埃 有枕頭嗎 沒有這個東西 活著的塵埃 枕頭是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會偷偷的把那個 防毒面具有個彈性的當枕頭 沒有枕頭 那不可以跟家裡聯絡說 麻煩記憶點過來 不可能 尤其是在前面幾個禮拜 你當夏令營啊你 你有了 大家都沒有你就完蛋了 對對對 有這樣的概念 對 晚上睡覺的時候 經常就有人那種 少爺 少爺兵就在那邊哭 你常常睡覺睡覺 你有點有鬼 其實不是有鬼 當然是有人在哭 沒有哭 聽到 其實幾人 媽媽 你覺得怎麼回事 真的很多人哭著叫媽媽 剛去的時候 因為大概也就18到20歲左右的男生 是 對啊 好啦 好來 繼續 一凡 講聽聽看你的那個 對啊 極度挑戰 那種訓練 因為我那時候新面訓練的時候 我常常被學長定 被班長定 OK 因為我是特殊身份 原住民嘛 因為那一班只有原住民 只有我 只有你一個 對啊 他們就來個這麼帥的 體力特別少 3000公尺叫你排5000公尺 然後不立體 那50下叫你 叫你100下吧 真的會真的 然後 500公尺障礙也跟著你 跟著你跑 後來呢 就是有一次我們就是 全副武裝 然後打滿水 然後那個 槍 然後鋼盔 要跑500公尺障礙 結果我一跑 那個班長跟我嗆聲 說我今天要 就是我 你今天如果跑輸我 你就要怎麼樣怎麼樣 你啦 你就要怎麼樣怎麼樣 就說好 那來 那我們就來吧 嗯 結果 兩分半是滿百 結果 一分57秒 我已經在終點線等他了 哇 我就站在那邊等他 他還在那邊抵判我 這樣 真的電他 爬完之後 他從此之後 再也不敢電我 真的 對 太厲害了 會不會 會不會有一個那個 印象會覺得說 因為原住民嘛 就覺得說 你們在大體力當中 體力很好 真的會 你的體能肯定 比平地長大的人 要好很多 我就證明給他看 確實是體力 你傳言是真的 對對對 十個裡面有九個 這是事實 我那時候其實在海軍 因為我會游泳 我那時候就有去 等一下請問 是 是抽海軍嘛 對 我抽到海軍 可是 可是如果不會游泳的話 還可以去 完蛋 還是去 對 弄到你會游泳為止 我那時候 他就 交到 我那時候交我旁邊一個 比我高 比我壯一個髒話的兄弟 是 真的很壯 六塊一基 要健美 結果到水裡 到膝蓋 他就開始靠近我 他怕水 然後後來倒腰 他整個黏在我身上 然後後來到胸 他就整個說 你不要再往前走 他說洗蚊子 賣過罩 賣過罩 整個在巴著 像猴子一樣 我第一次看到個男的 怕水怕的 他說要淹過水 他長官等下老話說 他可以游50公尺 你們兩個 四個小時 為了那四個小時 我們拚的 休假四個小時 對 他說不會游 但是他就 撐個50公尺 撐過去 就憋氣 就 這四個小時 我們就在營區裡 橫著走 我好開心 合理的是訓練 不合理的是磨練 磨練 磨練 真的拼出來 你看軍人子弟 我都會說 對 對啊 有 是 來 繼續 那那個 George你的就是 掛病號那個 不是 還有別的 再跟你說聊不完 繼續 聊不完 我告訴你 對 寶哥就是什麼海訓會游泳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是藝術學院出來的 我們是受預官訓 對 那藝術學院跟其他商學院 法學院 反正就是什麼 我們是最後一屆當預官的 就是直接保重當預官 然後到了新訓的時候 他們說 有沒有會音樂的 就你啊 你啊 你啊 藝術學院的嘛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最好會鋼琴 不會也可以 那 那我不管會不會嘛 糧缺嘛 因為他已經 對啊 他說他都不會也可以 我覺得我跟旁邊請 我跟他說 我會 我照你們 來來來來 我們要四個 四個 趕快 舉手 過來 好 集合 下午 去大理堂 搬鋼琴 他跟會音樂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可能以為你們比較懂 不會摔壞 沒有 而且 而且 鋼琴很難搬 他不是從這邊搬 他要搬下樓的 弄死我們了 真的 哎呀 我發想說這跟音樂 這跟學音樂有什麼關係 對 所以他非常小心 不要 不要太誇張了 不要突出來 不要太突出 你這種情況 這個不得理很多 以前我們聯商有幾個 特別會混的 就幾個專門賣啥 報病號的 然後呢 有一天 班長來了 出風菜 大家舉手 他特別選 每個人都是最愛混的 就出風菜嘛 那幾個一定舉手 以後就這麼減花減草 舉手 來 就你們幾個 帶你們出那個最涼的菜 帶去 走了高興去了 過一下 穿著核生化防護服啊 就丟了原子彈下來之後 帶這個東西 帶他們去洗化粪食 好慘喔 那就是外星人 拉一個肥管 散缺 真的 可是 可是這樣講起來 因為其實就是 台灣有幾次 比較大的一些颱風啊 什麼 什麼 其實也都是阿兵哥 來幫大家去 對不對 災難 所以每次 有啊 有經歷過這樣子嗎 去幫你一起 經歷 經歷 是那個九二一 到底叫 九二一 他們有跟我分享說 那個 那個味道 其實真的像豬肉 放在常溫 放四天的味道 他說陰影都在 我是去割過稻子 對 我們那時候在當民間割稻子 對 民間服務是幫老百姓割稻子 那我們去割稻子的時候 我們的部隊是 桃豬苗那邊的 哪個單位去不說了 還是保密還就要留了 然後呢 當時叫我們去割稻子 割稻子之前呢 突然我們被召集起來 記得兩句話 那裡都是客家同胞 啊 現在把客家話學前 那誰會講啊 誰也不會講 兩句就夠了 大家跟著學 第一句 I'm just saying I'm just saying Semone Semone 什麼意思 謝謝你 他說不管人家跟你說什麼 就這兩句話 OK 我去割稻子 就割稻子的時候呢 那小孩子拿石頭丟我們 就很厲害 他拿那個髒話嘛 阿兵狗 這很難聽 他真的就罵你 我們聽完之後 也不知道他會說什麼 I'm just saying Semone 哇 真的是 他叫你來跟他說 教養太好了 對 當時可是跟老百姓的關係是 當時老百姓對軍人真心好 有 我們一天吃六餐飯 對不對 國家發三頓 老百姓發三頓 天天吃飯 每個人回來吃 白白放飯 氣真的不一樣 當時老百姓跟軍隊的關係 非常的好 那個年代 我爸說穿軍人制服在路上是 proud 可是現在 你會發現我們這一代沒有這種感覺 你發現 我們這一代沒有這種感覺 連軍其實關了沒有 他們上高鐵其實都不太穿軍服 是嗎 對啊 他們都裹一個外套 我是很素人其境的 我從小到大 我知道 我們都是 對啊 尤其是家庭的教育 對啊 我們早上起床 我們是一定要疊被子的耶 我們不見得一定要那個什麼 豆腐 什麼什麼對不對 但是我們家的那些 對啊 因為我媽媽在軍校教書 所以我根本就是一個 軍營長大的小孩 富裕的小孩 對啊 沒有就是 這就是基本的 家裡的基本的幾個項目是這樣子 對啊 那你說夾克保養還蠻好 謝謝 從那時候穿到現在 沒有這個是那個 小戴 戴志祥先生所提供 對對對 另外一個 這個沒有完全正統 但是我覺得今天這一集很適合 對 我爸爸的一些軍服 我們都還保留著 都有在啊 對啊 但我想他應該不會願意讓我穿來上街 哈哈哈哈 是好好好 對 我很愛我爸爸 你有沒有大家 好 好 那請問有沒有聽說一些像 家變兵變逃兵 常常為了感情啊 因為很 兵變就是所謂的 嗯 女朋友跑掉的故事 來我們來問一下 子彭 失戀了嗎 你失戀了嗎 你有兵變嗎 我是不要 雖然只有 兩個禮拜 對 但是 因為 我跟你講 他當到不記得自己當過 別的這件事情 你這兩個禮拜的臉都變了 而且最主要 他每次 他每次要數一數到你當了幾天 慢慢來 慢慢來 真的 慢慢說 慢慢說 兩個學長都 真的 有人 兵變 15天就兵變 因為現在是這樣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已經 大家是用手機 手機時代 每天其實是黏在一起的 那隔離的時候還可以用手機嘛 但在當兵的時候 甚至是15天 完全沒有辦法跟外界聯絡 有一個與世隔絕 對 所以我們每天都5分鐘 可以用手機差不多 所以會有女生會 女朋友會寫情書到 寫來給我 寫到軍中給我們 信 寫信 但那個信就會被全部唸出來 寫給你們 對 我沒收到 因為我 那我要講的就是我那段時間 女朋友就跑去 跟別人 一起睡覺 所以 然後我們也沒有電話可以跟他聯絡 然後就是 等一下 你怎麼知道他變心了 因為電話 就是我 我打 你的那個5分鐘打給他 對 我打公共電話 因為5分鐘我們還要去排隊 拿到手機 拿出來之後 然後還要再把手機放回去 你根本沒有時間用 所以我去排公共電話 然後打一打就聽到 旁邊有聲音 然後就跟我說他在誰誰家這樣 然後我想繼續講 斷了 斷了 然後他心就很痛這樣 但所以 其實雖然只有15天 但是 折磨 那個過程 我覺得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打擊 對 因為真的與世隔絕了 你沒有手機 什麼都沒有 15天的時間就跑了 這個 一看就這麼久的時間 男人變兵啊 女人就兵變 但都是寫信 我們那個信很好玩 信有人檢查 對對對 正當關檢查 會唸出來嗎 唸出來不會 他還 可是都看過 可是他們看過以後 因為每一次 那個兵變的時候 那個時候 女生是會跟你熬 大概一年時間 但你一年完之後 有人追久了之後 有看不到你 你就回不來 沒人陪伴 他一孤單 他跑了 他跑的時候 一般來說 女生還蠻有天良的 會寫封信告訴你 這原尾是什麼 我們就分手了 有一天祝你好 只要這封信的話 那封信基本上收不到了 對對 收不到 那個 他們把收下來 會想到那個官兵的心情 會逃兵 你幹嘛 對對對 然後一旦出現說 我拿不到信 我什麼信都不見了 以前女朋友常常寫 一個禮拜七封 然後五封 三封 兩封 一封 然後沒有一封的時候 他想急著出去的時候 這個人啊 拿不到槍也放不了架 因為很多人就會 那個時候是真的 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真的有在這方面的 觀察跟拿不到槍 對 他們放不了架 對 怕你出去報復 對 所以那時候就特別 讓你 要撫慰你 讓你去做一些閒差事 真的就把你關在裡面 可是不會把你放出營區 免得你出去之後 做了什麼不理智的動作 而且官兵的刑期是重的 所以剛剛 就是哥說那個 精神分裂 我想說 還好你那時候沒拿槍 你說拿槍真的就 對 不過我是被害妄想的 所以那還好 真的嗎 對 蠻嚴肅的 天津穴 是真的嗎 是真的啦 那你後來 那你從醫院出來以後 你大概還長了多久的病 在半年 在半年的時間 那一段時間 因為那時候軍中就說 你要不如就退伍 然後要不如就45歲 但在45歲之前 要回來那個 他補完 或者就檢查 我爸說 你這個就是 鬼已經幫你 我已經趕鬼趕好了 你回去把它當完 戲都演到一半 趕快把他處理掉了 乾脆把他演完算了 這樣演完 不是 如果你不演 就要演十幾年 有道理 對對對 那個年代有個紀錄 真的工作不太麻煩 所以就回去 忍著把它當完 好不容易啦 要適應真的是不容易 好的 來各位 這邊有一個 當兵的磨練句句是血淚 一就是水壺數十年污垢精華 一飲而盡 潔癖再嚴重 都會放棄抵抗 這什麼東西 水啊 透明的機會出來是白的 為什麼在水壺裡 對啊 為什麼 乳白色的 克爾比斯 不是 上一個人的清潔劑 蛤 真的嗎 真的啊 所以這只要洗乾淨才能用啊 我們已經洗了 還有 我們的水壺有時候 甚至我那個時代的水壺 有些是二戰流下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流下來的水壺 對 水長傳承下來的 對 水長傳承下來的 一代傳一代的 透明的對啊 當時穿的是非常的苦 那水壺這種東西 所有的裝備都是 什麼二戰啊 韓戰啊 一些那個時候撥補進來的東西 所以裡面那個 到底裝了 裝取水能不能喝 還有什麼茶垢啊 茶垢已經是還不錯的 茶垢都還不錯了 對 那你們當兵以後啊 多久第一次可以有家人親 親朋好友來看你們 還是放假 第一次 新訓的時候吧 20天 你們是 一個月 先進一個月 我們也是一個月 一個月嘛 就見到老百姓就對了 對 是老百姓 但是是 那個喔 就是肯興會喔 肯興會喔 在營區 回到陽間的感覺 開心對不對 肯興一整天 當時肯興一整天 然後女朋友可以來 媽媽也會來 真的會哭耶 那婆媳問題當場上演 女朋友看到你的時候 進去看死鵬這麼帥 但是呢一進去 我們都被剃了個小瓶頭 對啊 然後每個人被練完那個時候 他都沉順順的 對 受了很多的苦 所以女朋友看你的時候 都會有個驚訝的表情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對 真的變成這樣 然後你就看到有一些那種 平常在哭著叫媽媽那些 真的就老遠看到媽媽媽 就像那個 跑過去抱著媽媽在那邊哭 我的天啊 然後我們那時候 他放了鄧麗君 明月幾十有一放下去 對 就開始快哭了 他應該要放何日君 應該也有媽媽哭的吧 有媽媽哭 有媽媽會嗎 帶著山深海 未來看兒子 看到兒子變這樣子 變這個得心 也哭嘛對不對 心疼喔 不是覺得長大了 是長大不會哭 是真的心疼啊 就受罪啊 一開始 我跟你講 因為坦白講 從我的角度來看 因為我跟你講 我住在很像是一個 軍營概念的一個 因為我父親 對 也類似啦 類似 所以我旁邊都是阿兵閣 我是等於是在軍營裡頭 長大的情況之下 我也常常他們都是服兵役的嘛 當然也有軍官 當然也有兵役的 我就看一批來一批走 一批來一批走 那以前我比較小 他們會常說 欸 欸 欸 妹妹 現在放學了 妹妹 就是以前呢 現在每個都 大概做我孫子都差不多 就年紀很小 可是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看到的 感覺好像大家都很適應啊 嗯 好像就很 很接地氣的感覺 久了就會苦中作樂了 你反正你也走不了 你也跑不掉 對啊 當時那個時候法律 像是軍人也是歸一般的這張法律館 對 我們那時候軍法是軍法 民法是民法 軍法是很重的 你要感覺什麼 鑑躍的事 大家會想辦法 好像自己在環境裡面 我怎麼去淡定的 久而久自己就習慣了 好好的活下去 好好的活下去 OK 好 來 繼續 磨練 有什麼就吃什麼 退伍之後就練到不挑食的功力了 很好 感謝主 3 抽菸也要一個命令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嚇到都戒菸了 是嗎 吸 吐 吸 吐 這個我們班長會整一些人 故意不排菸給他抽 就是你這個禮拜都不放菸給你 他超痛苦的 下個月變超乖的 可是他不就戒掉了吧 沒有 會抖 他們手會抖 一個禮拜還不夠 你有沒有戒不掉 有沒有抽菸的 我抽我抽 但我看到我嚇到 他說真的拿 他拿杯子一個大男生真的這樣抖 我看到了 我當時抽菸的時候進去 他是所有人都不得你碰 拿火雞跟菸 對 然後大概兩個禮拜 到第三個禮拜的時間 我是那時候被派去洗一個 很可怕的一個浴缸 那個浴缸也是日本實在 留下來的那種洗澡的古蹟 然後呢進去之後我就想說 我就當兵就當兵 我就好好洗 我的天哪 怎麼拔那些髒物就拔不出來 反正就是在洗那個浴缸 我洗完了之後 他看我洗得真乾淨 我是很愛乾淨 我真的受不了那麼髒 我就洗完之後 那班長說陳宇峻表現得真好 大家旁邊混著就沒有福利了 他有福利 他給你抽一根菸 我想做 可以真的 真的 苦性甘來 我跟妳講 什麼叫苦性甘來 苦性眼淚會流下來 羨慕 但是那根菸抽下去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你已經斷癮了 快暈了 天旋地轉的昏倒在地上 然後你就聽到旁邊轟他大笑 你站不起來 真的我就記得那根菸 沒有記得那根菸 就是這樣子 三個禮拜沒抽菸 要抽了一根 抽一口就昏倒了 子鵬聽到這邊 我們在裡面是完全都不能抽菸的 就是 可是 可是你聽到他們這樣當名 你不會羨慕嗎 其實我很 我那時候去就想說 會選替代就是因為他還有在軍中的生活 所以我想至少去體驗一下 可是 我覺得就是沒有這些操練 是我覺得最可惜的 我很想要體驗 我一直很想 你沒有任何操練 你沒有什麼早上起來 要去什麼跑 跑三千 但是 這三千是 你只要隨時 不舒服 或是 對 看你氣色不好 學長 不行 對 光是看你氣色不好 你不要跑 你硬跑還要 還會罵 因為如果你真的出事了 他們會有問題 對 所以基本上在裡面根本訓練不到 學長的臉又Q起來 不同的世界 平行時空啊學長 兩位學長 平行時空 但我們每天是早上大概 五點二十五起床 五點三十就要集合 我們要摺被子 然後還要蚊帳 這都一樣 然後我們水壺也是舊的 但是沒有到二戰那時候 但也是舊的 但我們衣服都是新的 然後會量定做 然後每個人會有好幾套 還會 然後我們還會送洗 然後洗完還會回來 你在台灣當的兵嗎 還是 在成功裡 兩位學長都 我們發他來 以前有確定過是台灣 在台灣 成功裡 有跟他聊一下 好 那我們剛剛有講手機啊 什麼 你有用手機二十分鐘 前期會用 但是 可是後來我覺得 真的會戒掉蠻多 我覺得在 在那個當下我才感受到 就是真的是 認真在生活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世代 其實都在用手機 活在虛擬的世界 活在當下 可是在那個時候才感受到 因為我活在當下 開始關注自己的身體 開始去思考到底 所以我很多職業規劃 都是在關在裡面的時候想的 因為真的沒事做 十五天的時間 對 你每天就是只能想事情 對 別 不是很開心 沒關係 來 繼續 好 這個就是嘛 手機成癮樂接班嘛 四個月保證很有效 子彭已經證實了這件事情了 然後呢 我覺得是 渴望準時放假 但更怕超時 瑜價 拚了命也要使命必達 以前如果說 收假時間沒回來 會怎麼樣 很嚴重 遇價不歸 這原遇價不歸 當時 你遇價不歸的時間 超過三個小時 士童逃兵了 對 然後憲兵就來抓 你有去抓過 他去抓人 我沒抓過 我們那個營區沒有 但他就要出來了 事實上就是 如果說你士兵三個小時 假如說晚上 他們叫兩腰洞洞 我們在九點鐘 你要回到營區 三好軍服出來集合 然後開始點名 執行官出來點名 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沒有出現 哪媽晚三分鐘進來的 你後面過那個禮拜的時間 真不如死 絕對不能 就是遇價不歸 時間要講得剛剛好 要非常準時 也就是這樣我們養成 一個準時的習慣 但是我還是碰到那種 沒有回來的 有一次我是戰安全士官 我們聯絡上有個兵 我還記得他的外號 叫大夯的 他絕對不是賣傻 他真傻 就是真的天生左右不分 然後他不會講國語 然後就是戰也戰不直 然後只要一直 他就開始搖 就這麼過貨 他一定過得很苦吧 他過得很爽啊 為什麼在軍中 槍也不用拿 車也不敢給他開 什麼時候不敢做 你就在那看著吃飽就行了 在廚房 好好活著 好好活著 放假活著 但是他也蠻守規矩的 也不會給你捅什麼疲漏 他也不幹什麼 然後呢有一天 突然他就沒回來 放假沒回來 他守規矩人不回來 當時我在戰安全士官 擔心了 怎麼辦呢 方想說他沒回來 那怎麼會呢 打電話去他家 就開始搖 當時有個118 還有搖電話 喂 幫我接通什麼地方 打他家去了 他家裡面就真的有人接電話 喂 你知道 我說我這裡是部隊 我想請問一下 邱同志在不在 他說 那你找他要做什麼 我想我找他要做什麼 他沒回部隊 規矩嘛 我說不是 因為他現在這個預假不歸 他今天放假應該要回來 到現在沒有回來 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情形 是不是可以告訴我 沒有啦 他現在在家裡裡 沒事了 母親想說 他要被判軍閥 你沒事 我說不行 他一定要接通電話 要不然他等一下會有很嚴重的 接電話的是誰 他舅舅 他舅舅 沒有啦 我跟你說 你不方便 不方便 什麼叫不方便 你什麼是不方便 我就急了 你現在在出牌 他在先堵喔 不是 那個時代 都在千六合彩 大家樂 他是當機 他正在出牌 機心 整村的人都在等他出名牌 你名牌不出來 我就不讓你走 他走不了啊 他是走不了 他走不了 正在出牌 就害這種人 所以你說當兵的時候 你說放假沒有回來 什麼千禧百怪的事都有 我有一次 我們這個裕冠遜在這個 這個空軍機校 那是在高雄那邊 岡山 一放假 我們就買飛機票到台北 大部分都是台北學生 然後完了 玩完完完 一天要回來 所以小港機場呢 永遠是在等 有一票那個小黃司機 專門在等來不及的 因為有時候飛機會延遲啊 那些司機就很厲害 很聰明 對 他說 一看這個 要不要現在在車上換軍服啊 因為我們要玩點名啊 那這樣要速度可能來不及喔 要加錢喔 很厲害 我說趕得急就好 就 穿回去 我高興 有一次在連結合場 一邊穿褲子 一邊集合 我就怕 沒辦法 趕不到 所以這個 還是滿多回憶的 你有過沒感到的經驗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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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什麼事呢 就 你有過沒感到的經驗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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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什麼事呢 就下禮拜就不能休了 對 對 對 就禁假了 一帆 一帆 你有沒有什麼 我是一個比較好笑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我要就是 帶兵去巡邏 巡邏營區 我們到一個營區叫防風鈴 然後就種了很多那個防風鈴樹 我看 那時候 武器好像快要到正午時間 要到吃飯時間了 我就遠遠看到 那時候營區有先公布說 只要出了營射 你的那個防射以外的區域 都要穿著軍服 對 不能穿軍便服 軍便服可能就是一個背心 或者是綠吊乾那種 你要穿軍服 對 乾乾淨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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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可是我就 五百公尺 我就去巡邏 五百公尺 就有兩個打飯兵 他就穿個吊咖這樣子 然後看到我 騎個摩托車 白頭盔 他就看到是現兵 對 兩個就汽車逃掉 你知道嗎 真的 就直接往左右車跑 咻這樣子跑 我想說奇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還沒有 你還沒有晃過來 我都還沒有開 就是市警 要幹嘛 我就把車 騎到那個打飯車旁邊 我就在那邊等 反正就等嘛 反正你們要吃飯 我就等你們出來 我就聽到這樣 在打蚊子的聲音 啪啪啪啪啪 在跑邊 就這樣 班長 班長 不要記我尾記 我不是故意的 因為我們怎樣怎樣 做了一堆理由 我就說你們幹嘛要跑 我也不會記點 我只是要 只是剛才又路過巡邏 我就派你給我尾記 記點 記點之後我就不能放假幹嘛 就汽車逃逸這樣子 憲兵的角色就是所謂的 軍事警察 就是警察 軍中的警察 對 子鵬知道憲兵嗎 有戴過嗎 替代儀就是憲兵帶的 我們的大隊長就是憲兵 對 當然憲兵在裡面都是扮演白臉的角色 就是他們都是對我們非常好 然後 現在應該是縮編了吧 因為 你現在絕對是縮編的 我覺得我懂得還比他多 那肯定 我還去參加過戰鬥營 物色先鋒營 對啊 我有參加過成長營半天 成長營 這是什麼營 去體驗高空垂降 然後去攀岩 學長的喜怒 這不知道健身房裡幹什麼 對啊 陳公寧 陳公寧 我們這裡面有一個 不知道會不會就是我們 你知道所有的 可能你們也沒有衣架 我們有衣架 但我們在裡面會 衣架 你說掛衣服 就像乾洗澱的衣架 對 衣架不能用的 我們的衣架是 他會去看你的衣架 跟衣架的間距 有沒有剛好 然後是不是照順序擺 然後袖子 就是他會管很多細節 包括你的拖鞋 旁邊要擺牙膏跟牙刷 那個牙膏跟牙刷 哪一個擺裡面 然後方向都會要求 然後這就是我們 能不能提早 離開軍中的考核標準 所以我們 我學到一個 是我房間變超乾淨 我超會整理房間 這個太基本了吧 太基本了 你本身這樣子是看 你活著難看不難看而已 你是跟著放下一點 關係扯不到 拖鞋牙膏 太舒服了 所以等於在這邊 因為我當兵的時間比他久 你肯定 你說個軍頭 我絕對 都比我們久 對 就是從小到大 然後我跟你講 我去參加那個戰鬥營的時候 我好開心喔 你說高中 你會覺得很光榮嗎 有 很光榮 然後那個時候我還記得 因為你知道我從小個子高高 可是以前就是高中的時候 比較快 然後我還記得 因為我媽媽也在念 我媽媽也是教軍校 所以她就知道我要去戰鬥營 我媽媽就跟她的學生說 有沒有什麼 因為她不是有那個健行的那個背包嗎 她背包 也就是那個軍綠色的 我媽說 好 那你就背一個這個去好了 那就裡面了 開玩笑 我也不知道我哪根筋不對 我還帶吹風機去耶 我覺得 我媽媽一直看著 因為我裝東西 換洗的衣服 對啊 還帶吹風機啊 然後什麼鏡子啊 漂亮嘛 一到了那個 到了營區的時候啊 然後呢 我就開始被修理 可是也蠻好笑的 她就讓我背著那個 大家都有啦 她不是有一些那個就叫什麼 伏伏前進嗎 對 然後就叫你背著那個書包 你帶多少東西來 你就背著就對了 然後呢 然後做了一些什麼什麼 鍛鍊訓練啊什麼的 然後我那五天啊 只洗過一次澡 我也很快樂耶 可是我覺得很有感覺 我想說 其實當然啦 不當兵 我當然還是覺得很好啦 OK啦 可是重點是你看 女性從軍 各位 來 全球女性從軍服役的國家 包括有北韓 以色列 挪威 瑞典 古巴 跟荷蘭 意思就是他們年紀到了 他們也要跟男生一樣的去當兵 OK 軍人當然就是捍衛國家啦 這個軍力各方面的話 其實 你們其實像以前有舉光日 我記得 每個禮拜四 對 禮拜四 我們在家裡會看舉光日 沒有 因為轉電視轉到 舉光日 所以我永遠知道禮拜四有舉光日 對啊 你不知道舉光日是什麼 華式 現在是華式 以前也是華式 兩點 兩點 現在是兩點啦 兩點 以前好像是早上九點 早上 我們現在是改下午 你們是改下午嗎 我們那時候是早上嗎 早上 對 我們是早上九點鐘去 你不知道舉光日啊 等一下 那個節目的 你去YT上搜尋 非常正面積極的節目 而且 那請問你那個十五天裡面 十四天 十八啦 十八 十八 有上課嗎 有有 上什麼課 因為我們一定需要考EMT1的證照 急救 那台機器啊 就是 就是 比如說那個 就是 急救的嘛 心肺復甦 然後還有單架的 對 單架然後包紮 然後 就是各種就是 所以我們出來的 可以是跟救護車 就可以跟救護車去救 就是 協助這個 這軍事力量真龐大 我會打十一種監射武器 就是火箭筒啊 火箭彈啊 然後破擊炮啊 機槍 布槍 我會打十一種 我會包十一種爆炸的方法 是 可以 可以 受我一敗 真的就 那一樣 功能不同 功能不同 對 真的 對 不同的環境 這個時候羡慕也來不及了 真實 子鵬如果說今天大家這個兵役的制度 又恢復到了像在座的 你會建議這幾位前輩的話 你覺得你們這一代的年輕人 可以承擔得了嗎 我覺得 一年應該就已經幾千 因為我有身旁有朋友 他進去真的是後來 他就 加千了 沒有他出來之後就進到身心客 就是住在精神病院裡面 他住了五十天 然後住到退伍 然後後來 住到退伍 他就再也回不去 那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感覺這麼久 我現在聽到一年 我其實會覺得他們真的辛苦了 可是我要聽到你們的分享 我會覺得他們還是蠻辛苦的 你覺得你能夠擔得了嗎 如果是當兵這種磨練訓練 我是會想要試試看的 但替代意就是 如果替代意這種我反而不行 因為太心靈的 所以把你放錯位置了 我覺得是 因為我去當兵我就是想要被操練 我想要去服從嘛 然後想要感受我的意志 當我的意志被控制的時候 那些極限在哪裡 極限在哪裡 可是我相信以前的那個訓練 那個強度跟現在的訓練 我覺得有差 有差別 還有現在部隊聽 現在少子話 聽我們教會學生去當 他們說其實裡面比較多是那個 言語暴力比較多 比較沒有像寶哥或 舅吉哥你們那年代 是真的讓一個男生的體能 還有俯從練起來 對 現在比較多是語言暴力的 好 來 這個是要問喜文 請問你當完兵之後 你的心境轉變跟收穫是什麼 我覺得從海軍到後來到那個 官比人多的地方 其實這樣一路走來我去 我其實 因為那時候已經在教會有服飾 然後再過去 信仰比較多 我學一個東西耶 在部隊 就是學到一下 努力也沒有用 因為以前沒有當兵 你也覺得 我一分跟你一定要一分收穫 可是在當兵裡面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沒有理由嘛 然後你就覺得 禱告上帝要回應你啊 可是發現上帝沒有回應的時候 自己就想了很久 是不是我不對 還是上帝是假的 可是這樣一路走來 我就發現我學會了一個問題就是 原來有時候 你努力沒有用 不代表上帝不在 然後我覺得這東西過了之後 那很像開關一過之後 再回到部隊 心情就不太一樣了 因為有時候你會發現 那個長官就那樣子 你跟他沒辦法講道理 那你就好吧 就這樣跟他摸過去 可是我覺得這個心境 會讓我很多 出社會的時候 就知道說 有些東西是 你努力也沒有用 勉強不來的時候 上帝沒有說話不代表他不在 我覺得這蠻好的一個提醒 有時候上帝沒有說話 他也說話 他表示他沉默 但本代表他不在 他認為你擔得了 對 或許我那時候也聽不懂 對 好 男生為什麼那麼愛聊當兵 George哥 第一位很痛苦 痛苦的事情是 痛病快樂 痛病快樂 對 因為痛苦 然後第二個帶出一點 不管是光榮 混合的驕傲 或者是一種 一當年有的這種複雜情緒 因為我感覺有一個心理就是 當兵是有一段時間是 從你的人生裡面抽離出來 非常單純的時刻 這事情上也有講 他說 你讓你當兵 去當兵的時候 哪有人把這個家務事 還奠記著 就是要放下這些單純的去 我覺得這個講得很有道理 我們除了當兵這段時間 就是純然的 完全的 學習順服 結果在那個時候 你就 你也知道 因為所有人都接納這樣子的 一個規則 好的不好的 你就學了那個順服 對 那個順服的心 恐怕是在我們人生裡面 很寶貴的一個禮物 真的 是嗎 只有這個感覺嗎 對 你沒得選 在班長面前人人平等 真的 而且你會覺得說 他 他什麼東西 他叫 怎麼樣 看到長官不敬禮嗎 我跑不過 怎麼樣 你很無理的 你覺得很氣 可是你慢慢 慢慢 因為你會苦衷作樂也好 自己抒發也好 所以為什麼人家說 當過兵的人抗壓性好 其實是 有 還是有 在我爸的眼裡 我們三個子女是平等的 OK 我插話了 抱歉 跟我們家不關 沒有 我要講 很純然的 你很純然的訓練 你沒有得選 你再有能力 然後 你再有關係 當然我們在軍中 也看到很多少爺兵 背後很有關係 但你覺得不公平的事 你覺得很 不怎麼樣的事 也都會照樣發生 這個就是你等於要適應的 那不是很好嗎 真的 各位在當兵的過程中 有交到好朋友嗎 有 一輩子的好朋友 有 有 有 好的 那今天我們聊這個話題 當然是 我覺得覺得說 真的我們就來聽聽看一些 真的是讓人 其實我自己聽的覺得 也是津津有味的一些故事 那可是現在呢 我知道 差一點威士忌的感覺 差一點點 來一點高樑 對對對 那很多我們聽現在很多年輕人 當然對不對 這個年輕力壯的 可是對於當兵 有的人覺得好無聊 很浪費時間等等 那我自己個人本身 我 我因為沒有當過兵 但是我覺得 紀律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對 那軍中是真的可以教導我們一些成長 或者是順富 那不論如何 我覺得每個人不太一樣 那還是要感謝所有的軍人們 保衛國家 然後呢 我們希望世界永遠是和平的 不要有任何的戰亂 那今天呢 我有個真正的感受 那我也知道就是呢 當兵的概念就是呢 天南地北聚一 天南地北聚一堂 有緣把兵當 患難與共相扶持 地久又天長 謝謝大家 真的 平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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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音樂 我